哈喽哈喽大家好 经过了几天的休息 我觉得我自己终于又可以开始看烂片了 于是我上网一搜果然不搜不知道一搜一大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急速世界之战车 非常标准的一个网大标题 什么什么之什么什么 一般叫这个标题的往往都逃不掉烂片这两个字 但是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这个片子在腾讯视频上是免费的 而且它这个标题起的我实在是不太想点进去看 它那个标题起的是女车手心酸上位时 这个开场我差点以为是连续剧 鉴于这个电影是2015年上的 那就让我们先把标准再降低一点吧 这上来就是兰博基尼和法拉利 看样子在2015年的编剧们还是停留在以为来了几个超跑 他就能提升一下影片的质量 这个完全不考虑观众的智商 比如这个在兰博基尼里搅口香糖的口香糖哥 前面还在主驾驶抱着一个黑色的安全箱坐着 下一个镜头他就开始和法拉利交换箱子了 嗯? 如果你们是一台左舵车和一台右舵车 这个操作还是能说得过去的 但是你这是两台左舵车 你是长臂猿还是陆飞 你站在车外面直接给他不行吗? 随后来了一些凑时长的空镜 画面来到了洗剪吹发型的刀疤哥面前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剧组的思路真的是非常惊奇 你说你开一超跑在荒芜人烟的地方吧 你玩神秘也不下车装装逼 但是来到了这个马路旁边的绿地 你这个反派倒是光明正大地站在了这台欧路面前 生怕隔壁的车看不到这里也有台兵力和我那帅气的站姿 配合非常怪异的背景音乐 刀疤哥突然接到一个含义电话 并用中文回答了 不知道对面听懂没有听懂 但是这个卡西歐的手表让我觉得这台欧路可能是租的 紧接着画面里来了一台行驶速度极为缓慢的奥迪 两人尴尬的聊天让我赶紧按下了两倍速播放 本以为奥迪会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帅气的掉头动作 没想到剧组给我们带来的仅仅是缓慢的倒车和不知所谓的镜头切换 说好的急速事件呢 怎么这么慢一点都不急速 哦呦终于赛车画面来了 哦呦好像还是方程式 哦呦这个方程式赛车的声音听着像蚊子照 哦呦这个男车手好像是坐在不动的车里摆拍的 哦呦这个同样静止的女车手头盔的反光麻烦处理一下好吗 哦呦这个帅小伙好像是在KTV包厢里看比赛 哦呦这两个人莫名的干杯又是几个意思啊 男车手在结束了辛苦的摆拍以后 他下车了一个看似女友的黑女上去和他说 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机会的 但是男车手却甩手让他滚 嗯这位妹子 我是一个懂得怜香惜玉的好胖子 要不你考虑一下我 这个女车手啊下车呢就厉害了啊 可以看出她的下车动作明显和男车手不一样 哎男车手是先脱头盔再下车 女车手是先下车再脱头盔 至于理由嘛 几发水的广告也不像你这么甩啊 然后拉链一拉露出了飞机场般的某国国企 防火内衣和头套这种东西 为了电影效果不要那也就不要了吧 经过女车手的一顿唱跳之后 画面又切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 又出现了两个人物 在普通公司搞团结的地方玩起了翘翘板 哎到这里整部电影已经过去14分钟了 然而我至今都不知道主角到底是谁 这事你又给我办砸了 你看着办吧 啊 终于刀八哥出现了啊 看他的样子是主角 上一秒还是老大的花衬衫 一看到刀八哥立马变小弟了 然后刀八哥的老板应该是个 石器时代的人沟通全靠写信的 然而还没有等花衬衫读完信 他就领和饭了 然后白衬衫来到了一家改装店 把熟睡的一堆人叫醒 于是问题来了 醒来以后大家都不认识白衬衫 那你他妈是怎么进来的 你谁啊 进来就说要找项链的主人 看着项链的造型 我觉得你要找的是Dominic Corrado吧 原来这个白衬衫是国际刑警 怪不得可以随意出入改装店 在白衬衫的介绍下 片头的那个倒车 自慢的那位司机 原来是女车手的哥哥 然后这位国际刑警应该是速度与激情里面那个Nobody派来的 套路都一样 拯救世界全靠高手在民间 接下来的回忆录是肯定要有的 女车手一直在回忆着她的哥哥 然而这个初来乍到的国际刑警 为了聊三妹子也是一阵煽情 但是坐在驾驶室里喝啤酒这种事情 大家还是不要模仿了 不仅不帅而且又危险 那么接下来的报数据肯定也是要有的哦 在不到两秒钟的时间里 一辆方针式赛车的速度 可以从零飙升到每小时100英里 我修东西 你不敢吗 不到两秒的时间从零加速到每小时100英里 是个什么概念呢 说英里可能中国小伙伴不是很了解 我帮大家换算一下啊 就是一点几秒直接从零加速到160公里每小时 哇哦这可是比现在F1还要快的速度呢 而且小姐姐你比赛的时候 汗死都没带 你的脖子好厉害呢 在悲情的音乐抒情之后 这个漫画介绍方程师的画面又来了 估计是时长不够漫画来凑 然后两个方程师的比赛起步 却是在外场开始的 你见过正规的方程师赛车开始比赛 是有人站在车当中挥骑的吗 你他妈以为是地下飙车啊 然后这个比赛的剪辑也是非常的神奇 根本不知道谁输谁赢 谁在前谁在后 更迷惑的是对手刚刚下车 诶嫉妒大队他就来了 前面还很嚣张的说 不告诉你波罗人在哪里的这位 诶他居然倒过来就说 帮我找到波罗 换我清白 整个电影的逻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混乱 然后这位SSR车手的画面硬生生的放了18秒 我强烈建议视频平台下次提供一下64倍速播放好吗 又比如这个前面还是冷色掉画面 突然他就变暖色掉了 这个负责调色的人也是神奇 原来他们抓的这个人就叫波罗 是这个女车手哥哥的兄弟 然后这个国际刑警 他居然很随意的就掏出了手枪 要避了这个波罗 这是高手 哇这是高手 在波罗一顿求饶之后 画面又进入了拖时长阶段 然后再看看这个计划了许久的最终行动 大家上车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能不能走点心 然后刚刚开出去就靠边停 右边所有的车都穿着帮 这种低级错误也就算了 但是女车手你刚刚从野马下来就上了兵力 而且没有任何的剧情发展 兵力直接靠边停就载你走 然后没开多少路 本来还在野马后面的车 突然就把兵力拦住了 然后这台保时捷996的911 他还是逆行过来的 然后 然后 然后就很轻松的抓住了道巴哥 我的天哪 这剧组不是傻子 就是把我们当傻子 看到这里 我本以为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我发觉我错了 因为他的时长还没有满一个小时 请原谅我跳过之后的那些凑时长的回忆画面 我直接选择看了结尾 在看完结尾以后 我发觉这个片子这个女车手他并没有上什么位 然后看他这个结尾的铺垫 我才知道这片子原来还准备出第二部 我的天哪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千万不要出第二部好吗 千万不要出第二部了 真的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那这一集突发气墙吐个槽 那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拜拜